大家好 我是陈一佳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3年5月8日星期三来自于汇市最新的资讯 美元在今天对于不管是欧元英镑和日元都是呈现走软的 市场的关注点集中在欧元区 今天德国公布了最新的工业方面的生产数据 明显高于市场的预计在3月份出现了1.2%的增长 这样一来也刺激了整个欧元在今天大幅度的出现了飙升 另外中国在今天最新公布了4月份的进出口的数据 进口是出现了年比16.8%的上升 而出口则是出现年比14.7%的上扬 现在中国在4月份的外贸的顺差达到了182亿美元 美元区方面则是比较的平淡 那没有什么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 现在欧元对于美的比价是小步攀升到了131.79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是下滑到了98.77 而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升到了130.15 根据Trading Central最新的分析来看的话 欧元对于主要的货币还有进一步上涨的态势 而且都开始挑战现有的一个压力线 而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反弹 但是保持在压力线之下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市最新的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